大家好,我是红贺,欢迎大家关注今日头条,关注红贺脱口秀 很多人很多人啊,问咱们一个问题 说什么叫做人性营销,人性营销如何来学啊 如何能够把人性营销遇到自己的创业的利益当中呢 其实就记住一句话就行了,叫做什么呢,叫做占便宜 就是你只要把你的便宜让别人占了 你能够有本事让更多的人占你的便宜 你能够不断的创造占便宜的模式 能够不断的提供占便宜的机会 你就掌握了人性营销的法则 就是这么简单 因为人性营销当中最基本的 最为敏感的一件事情就是占别人的便宜 他占别人便宜还有这样的要求呢 我占你便宜,得是最好的产品,最好的服务 还得占你便宜,最好还能够不要钱 再送我一点才好呢 这是人的最低的掠根性 你会发现,如果我们创业者卖的不是适时品 不是文婉类的,不是高一家的产品 那么我们越低端的消费者 这种心态就越来越强烈 你比如说卖保健品的,都是占便宜的 中老年人说我上医院要花八千块钱 我在你那儿能花八十块钱买一瓶盖 我这个股痛风痴就好了呢 其实上都有这样的逻辑,都有这样的人性在这里面 你看一看那些卖保健品的 之所以说他们是流氓,是因为他们遇到了无赖 为什么这样讲?说你看你都四五年了 高许压,心脑血管,糖尿病 你就问人家那个流氓 你说流氓,说你这个保健品一个月能能好啊 结果那个流氓说了,说能好啊 说那个三个月你肯定能够特别特别的棒 比年轻人活到十八岁 让你再活一百年 结果流氓说完了说那无赖相信了 好的,那能能打打折 别什么呢,别九百八了,九十八行吗 所以今天我们看来人性的这个履根性啊 如何利用人性营销 就记住一点,如何能够做好便宜 占便宜 才能够让我们的小的产品做成一个大的市场 我曾经啊,给大家分享过两个案例 第一个案例,如何把蜂蜜卖成蜂胶 说这个小伙子啊,他市场是卖蜂胶的 蜂胶产品大家都知道吧 心脑血管嘛,糖尿病嘛 那都需要蜂胶产品 而且蜂胶产品他自己没有 他得带了一家公司生产出那个胶囊才能卖 但是这个胶囊 这个蜂胶产品在保健品领域当中 海南大广告 你说你打报纸电视广播全管你 你做会计要成本还高 你做这个网络没有手续 不让你上 结果这小伙子就懵了 怎么办呢 他想到了啊 原来我们家在某个东北的某个地方 有蜂蜜啊 他忽然一想说这个蜂蜜和这个蜂胶就一字之差 能能联系在一起呢 能联系在一起吗 因为蜂蜜啊 他有有养生的问题吗 也可以什么呢 针对于糖尿病啊 特别是糖尿病这些患者 好了嘛 那我就针对于蜂蜜嘛 他先送蜂蜜 特别特别棒的蜂蜜 比超市还便宜 让你尝尝完喜欢了吧 买吧 便宜了吧 便宜了 他在蜂蜜上没有赚钱 但是他也没赔钱 加上物流 加上成本 你认为好了 认为占便宜了 结果什么 他给你拉个群 叫什么 叫蜜家人 蜜爸爸 蜜妈妈 什么叫蜜爸爸 蜜妈妈呢 就这个群里 除了我要分享一些蜂蜜的一些特价产品之外 我得给你讲讲养生之道吧 所以他找了很多老专家 老专家在电视上报纸上一张假的打他举报他 可是在社群里面呢 他给这些老年人一讲 老年人就不会举报 举报也没用了 大家懂的 对吧 所以呢 今天就说蜜妈妈蜜爸爸 然后爸爸妈妈应该听什么什么 那个蜂蜜养生 然后那蜂蜜养生 一讲什么 然后呢 现实静脉 一元钱起拍 十元钱起脉 然后团购 弄了一大圈子 一个群 一百个人 一百个人当中成交 能成交百分之十 十个人 真实的成交 那他建了很多个群 因为什么 一百个人其实很好解决 一个群 那么要搞定一百个人 每个人在建一百个群 就是一百个群 这小伙子牛了 这小伙子不仅要蜜爸爸 蜜妈妈 还蜜宝宝 还蜜媳妇 蜜宝妈妈 蜜宝妈就美容养颜 蜜宝宝就蜜孩子 宝宝蜂蜜 然后宝宝围绕着蜂�当当 还有很多很多蜂蜜的关系 蜂蜂腔啊 一支蜂蜂疆啊 增高蜂蜂疆啊 好 这个一妈妈一爸爸 那就是什么 洗脑血管糖尿病 全来了 全蜜 最后什么蜜全家 给你个全家套餐 让你纵仇 大家能听懂了吧 这就是让你占便宜 你认为占便宜 但占便宜的背后 都是有一个赚大钱的系统 如果你没有这样一个系统 你就不要创业了 创业的本事是 第一件事情 A面我让你占便宜 B面是什么的 是我既让你占便宜 我还能够挣钱 如果你没有做到B面 你这个占便宜啊 就一定会失败 你也是假的嘛 但真的敢让你占便宜 你的背后一定会有一个系统 这就是我所说的 如何利用人性营销 把它做好创业 赚钱的一个过程 我是红鹤 每天给大家讲一讲 有关于创业营销相关的事情 希望大家能够开动自己的脑筋 今天呢 人家密爸妈了 明天你能不能够密个别人 密个别的事情 这就是你创业的王道思想了 不要客观来看待红鹤讲什么 应该看到红鹤讲的背后的思维和逻辑 这才是一个开悟的过程 喜欢和客呢 点个赞 分享一下 好不好 我需要你们的力量 谢谢 拜拜